大家好,我是CCCAD Samsung终于在S10系列上面使用了屏下指纹的解锁方式 也是全球第一款使用超声波屏下指纹解锁的手机 这个超声波解锁有什么特别 又跟其他的屏下指纹解锁有什么不同呢? 超声波屏下指纹解锁 顾名思义就是当你的手指触碰到屏幕的时候 手机会发出高频率的声波来采集你的手指指纹 并且会生成一个3D的指纹数据 这个数据就会被拿来跟之前已经录好的指纹进行比对 如果比对成功的话,手机才能解锁 而Samsung Galaxy S10就是全球第一家使用这个技术的手机 相信评下指纹这个词,你们都不会陌生 因为打从一两年前 Vivo跟Obo就已经在自己的手机上面使用这个技术了 但是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是光学屏下指纹解锁技术 虽然一样是把手指放在屏幕上 但是它用的是屏幕发出来的光线采集指纹 所以这些手机在解锁的时候,感应器上方的屏幕是会发亮的 而且光学指纹解锁生成的数据只是2D的指纹图像 并不会比超声波解锁的3D数据来得安全 如果你有用过电容式的指纹解锁 也就是一般的老款那种指纹解锁方式 他们在手指试试或者是肮脏的时候是不能够被解锁的 但是超声波解锁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国外很多知名的YouTuber也已经做过测试 就算手指是试的,或者沾上了一些油渍、污渍 Samsung Galaxy S10也可以成功被解锁 这个就是它方便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为Samsung Galaxy S10贴上市面上一般在售卖的Dumper Glass 这款超声波评下指纹解锁就辨识不到你的指纹了 因为Dumper Glass的厚度增加了你的手指跟屏幕之间的距离 超声波就没有办法采集到你的指纹了 而使用光学评下指纹辨识的其他手机就不会有这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为你的Samsung Galaxy S10贴上Dumper Glass 指纹辨识就等于是废掉了 但是我相信过不久市面上就会有适合Samsung Galaxy S10使用的Dumper Glass 不过价钱方面可能就不会这样便宜 这个就是超声波评下指纹解锁的简短介绍 不懂你们会比较喜欢OPPO Vivo的光学解锁 还是Samsung这个超声波解锁 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话记得给这个视频按个赞 再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CCK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